1月17日,谷歌DeepMi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无需人类演示即可解决奥林匹克几何问题》的文章 提出了名为Alpha Geometry的系统 在包含30个高难度奥数几何问题的测试集上 Alpha Geometry成功解决了其中的25个问题 其表现堪比人类奥数竞赛的金牌选手 使用合成数据,解决数学问题,改进推理性能,达到人类水平 这一切的一切怎么和去年围绕着OpenAI QSTAR项目的种种传闻如此相像 这究竟是单纯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这一期就带大家一起跟着Alpha Geometry的思路顺藤摸瓜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正是计算机技术的大发展时期 这也让我国数学家吴文俊深深沉迷于此 他继承并发展了古代数学的传统算法化思想 专攻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 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开创性人物 他考案的方法也被称为Wusmeister的 也就是无方法,之后到了80年代 进一步催生出了演绎数据库 也就是Detective Database的方法,简称DD 这种方法依赖于人工编写的规则 在给定前提后不断应用这些规则进行演绎推理 直到得出结论 但DD有一个明显的短板 那就是无法添加辅助线 在几何证明中辅助线的作用至关重要 没有辅助线许多几何问题几乎无法解决 可一旦允许添加辅助线 探索空间将变得无穷尽 这正是几何定理自动证明的难点所在 所以一般的做法是采用硬编码的启发式算法 来拓展搜索空间 作者使用了同样的奥数题目进行测试 单纯依赖DD的方法可以做对7道题 而DD加启发式算法的组合可以做对9道题 这也是在本论文发布前的主流做法 为了进一步增强DD的推理能力 作者还在DD的基础上融入了一系列代数规则 也就是Algebraic Rules简称AR 通过DD加AR加启发式的组合可以将正解数量提升到18道题 既然这里使用启发式策略的目的就是为了添加正名所需的辅助线 那么换用大语言模型替代掉启发式方法可不可行 于是作者尝试使用了GBT4模型用于生成辅助线 但结果只对了15道 实际效果还不如启发式方法 毕竟GBT4是个通用模型 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的 作者在论文中也给了解释 GBT4在这方面的表现很可能受到了其训练数据中公共解决方案的污染 那么如何避免这类大语言模型的数据污染呢 作者的想法是自己训练一个专用的 只有1.5亿参数的小语言模型 可这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就是训练这样的语言模型 需要大量的命题结论证明三元组数据 鉴于几何问题的特殊性 这样的数据尤为稀缺 那么训练数据究竟从哪里搞 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合成数据 具体怎么合成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先生成11个几何随机图 然后利用DD加AR尽可能推导出一切可能推导出的结论 这样每个结论都是一个节点 每条使用的推理规则都是一条边 构成了一个足够复杂的有向无环图 这样对于每个节点 也就是每条得出的结论 都可以通过反向回溯 找到其必要前提和依赖推论的最小集合 从而获取大量的目标数据 而在反向回溯得到的集合中 与目标结构无关 却又参加了证明过程的就是语言模型需要添加的辅助线 经过去重处理后 最终剩下大约一亿条合成数据 其中包含了辅助线的大约占9% 也就是900万条 具体训练就是用全部一亿条数据进行预训练 然后用900万条包含辅助线的数据进行微调 在实际解题时先用滴滴加A2尝试穷举所有可能的推导 如果能够证明还则罢了 证明不了的话就用训练好的语言模型添加辅助线 然后在辅助线拓展出的搜索空间中 再次使用滴滴加A2进行穷举 如此循环直到能够证明为止 当然如果连四个并行的V100过了一个半小时都还找不到结果 系统也会强制中止 通过这套办法也就是Alpha Geometry的方法 最终可以做对25道题 我觉得这篇论文的贡献除了字面上的Y 还在于它对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结合方面的探索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卡尼曼 在2011年出过一本叫做《思考快和慢》的畅销书 书中就提到了我们的大脑 其实是采用两套不同的系统进行思考 系统一是快速本能和情感的 系统二更慢更仔细更合乎逻辑的 这两套系统通过相互补充 共同塑造我们的思考和决策模式 现如今人工智能的主流方法也就是基于连接主义的深度学习方法 其实类似于系统一 它更像是一种出于经验和本能的不经思考的直觉 如果我们想要弥补这种思考模式的缺陷 就要考虑一条能够融合传统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的新型训练和推理范式 连接主义的方法灵活稳健面对各种输入变体都能快速识别出模式做出预测 而符号主义的方法严密精确可控 能够输出更透明更可靠解释性更好的结论 所以我并不认为单纯依靠连接主义的方法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AGI 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将不同的训练和推理范式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目前一切以实现AGI为目标的AI公司的共识 不然去年也不会流出关于QSTAR的种种传闻 OpenEye或许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布局 只是它目前的商业价值还远不及GPT 除了商业价值之外 这种手法的通用性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更希望的是这种方法能够拓展到其他领域 但就目前来看 别说其他领域 哪怕在数学领域内部实现通用性都还很难 实际上作者在论文中也探讨了这个方法行得通所需的四个必要条件 概括起来的话就是要在目标领域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符号推导系统 但别说现实世界 就算对特定领域来说 这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话说现在深度学习方法之所以成为AI领域的主流 还不是因为符号主义学家从上个世纪开始用了几十年都没把这件事情做好吗 再就是合成数据的问题 这个我在去年谈QSTAR的视频里也说了 合成出来的数据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对是错 最后只会造成模型的自我污染和相互污染 合成数据在围起领域行得通 是因为它的规则清晰有明确的判定标准 在平面几何领域行得通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阳格公里化的 生成出来的数据每一步都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 但在绝大多数领域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总的来说这篇论文展示了一种将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相结合的新型范式 它通过符号推理系统来生成海量的数据 随后利用这些数据来训练语言模型 最后再通过符号推理系统与语言模型的并用来解题 真正实现了论文标题所说的无需人类演示 也就是说在Alpha Geometry的训练数据中 并没有直接包含任何奥数几何的题目 从而有效避免了大语言模型数据污染的问题 但从目前来看 这种范式还很难扩展到其他领域 去年传的沸沸扬扬的OpenEye QSTAR项目 我认为具现化后的实际效果和这篇论文应该大差不差 仅通过当时在数学领域能够达到小学生水平 就预言这条技术路径能够实现AGI未免过于乐观了 毕竟DeepMind这篇都已经达到了奥数金牌得主的水平 可实际看起来也很难拓展到平面几何之外的领域不是吗 这里是关于智能科技 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